音樂 吃東西時沒有調味 會覺得寡、覺得淡 聽歌時沒有池中蜜 又怎會感受到甜酸苦辣呢? 帶領大家品嘗歌池中的豐富味道 池中蜜、池中有蜜 歡迎大家收聽第200集的池中蜜 繼續由阿寶衛大家做主持 剛剛聽過開場那一段新的Jingle 是我很榮幸的能夠請到 我的新同事Miu Miu 去幫我錄的 她其實有個身份 就是香港的配音界女神 非常美女 亦都做過很多年配音 亦都在電視台有豐富的主持 和演戲的經驗 我真是很開心能夠請到阿Miu Miu 也真是高可惠 去為我這個池中蜜的200集紀念片 去錄一個新的Jingle 雖然說是第二百集 其實池中蜜 連一些加長版和一些特輯 可以說都已經成二百二十幾三十集 我都當是拿個名義來慶祝一下紀念一下 因為畢竟 二百幾集每個星期做一集 都真是 已經快要五年了 亦都可以說是我做這麼多年 DJ當中 做得最久的一個節目 我記得在第一百集的時候 我亦都做一個紀念片 當時就說 問了一些DJ的同事 去看看他們有什麼 心水的歌詞可以分享一下 這一集我都做同樣的事 基本上有些 就是熟面孔 有些就是身相識 我今次請他們和我分享歌詞 我就問了兩個問題 由他們選擇一個問題來回答 又或者兩個回答就更好 有些同事錄音 有些同事就寫了給我 首先出場的就是 認識了很多年 電台的大哥大 Leo 五惠行 好多謝他這麼有心 不單止錄了一段東西來恭喜我 還連歌都幫我找到 不過他在錄音裡面 對我的稱呼 我就真的不敢當了 多謝Leo 大家好 我是五惠行 多謝寶爺邀請我們參加 池中密這個節目 亦都恭喜寶爺 池中密這個節目 去到二百集這個離程碑 我都經常聽這個節目 在節目當中可以了解多些 一首歌歌詞背後的故事 等我再次聽這些歌的時候 會有另一番得著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寶爺的池中密 邁向下一個二百集 藉著寶爺的邀請 我就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首 我很喜歡很喜歡的一首歌 這首就是盧冠亭先生的 《一生所愛》 這首歌在我人生 不同的階段當中出現過 而每一次出現都會給我不同的體會 當然第一次聽這首歌 就是看星爺西游記電影裡的這首主題歌曲 當中這句歌詞 《雙親景不可接近》 或《我應該相信是緣分》 就已經描述到這首是幾淒美的作品 聽到的時候都有點感觸 但過了大約十年之後 再次聽這首歌 就會有另一番的體會 因為西游記是由佛經所衍生出來的神話故事 所以再次聽這首歌的時候 就發覺到填詞人唐書森 其實是放了很多佛計在這首歌曲裡面 一句苦海翻起愛恨 在世間難逃避命運 將一些佛經的道理 以及做人的道理都放在裡面 而這首歌再去到我人生另一個階段 再次聽的時候 就會領略到這首歌 除了一首情歌 和和和大家講佛計的歌曲之外 是還有一個訊息要帶給大家 一句鮮花雖會丟借 難回再開 一生所愛隱約 再白雲外 是告訴大家 已活在當下 珍惜眼前人 所以這首歌對我來說是很有層次 當然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經典的歌曲 很多歌手曾經翻唱過 我在這就藉著慈充密的環節 再次介紹這首歌給大家聽 盧冠廷 一生所愛 希望大家都珍惜眼前的一切 從前現在 我去了再不來 紅紅落葉 長埋塵頭內 開始總結總事 我選擇 沒變改 天邊的你漂白 再白雲外 天邊的你漂白 天邊的你漂白 在白雲外 不难逃避不明白 相信 见不可接近 还我应该相信是缘分 我应该相信是缘分 情人必留 永远再不来 消散的情愿 无言读作 放眼尘世爱 原来一切最爱 鲜花总会丢邪 但会再开 一生所爱隐约 在白云外 苦海翻起爱 在世间 难逃避命运 相信 竟不可接近 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 苦海翻起爱恨 在世间 难逃避命运 相信 竟不可接近 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 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 在世间 难逃避命运 我应该相信是缘分 或是缘分 不可接近 每次的缘分 要是缘分 我应该相信是缘分 就是我的頂頭上司 Cindy 葉麗玲 認識了 Cindy 超過 20 年 她在電台算是我的師傅 認識她的時候我才20歲左右 可以說是初出茅廬 在社會上工作很多東西都不認識 那她是不是教了我很多東西呢? 當然不是啦 基本上她對新人的培養方法 就好像 Lion King 獅子王 獅子王將年幼的獅子 推出懸崖的教學方法 總而言之 做就是啦 那她不是怎樣教我又學不學到東西呢? 事實上我在這位師傅身上又學到很多東西 學到她對工作一絲不久的態度 還有賞心、認真、交代、負責任 這些東西她從來都不教 但是我在她身上就能夠看得到 絕大多數人未起床她就已經要開工 就算她是睡眼聲鬆 甚至是病也好 她一開咪就精神逆逆 不是說三五七年 是說二十幾年她都是這樣 我在她身上學到的是一種專業的精神 無論是做電台也好 或者我在大學畢業之後 做設計師也好 其實呢 Cindy對我影響都很大 我學會了無論做的東西 夠不夠大回報 夠不夠多人欣賞 做出來的成品都不可以拿樓攤 因為我要對得住自己的專業 不過當然啦 這樣也有不好的地方 真的可以告訴她 累了我一輩子 其實有些不等花的東西 欠下樓攤的話 可以省很多精神和時間 不過說回來 詞、中、密 能夠支持到二百多集 也都真是要多謝 Cindy葉麗玲 這位亦師亦友 對我的影響 說回那兩個問題 Cindy的第一個問題 怎樣回答呢 即影響得她最深的一段歌詞 她就說 人生有很多不同的組成部分 例如事業、健康、親情、感情、友情等等 有太多的歌曲 分別觸動人生不同的部分和階段 如果單單以感情而論 在阿寶一百集的特輯的時候 曾經選過鄭壽文手心血來潮 這次呢 就選了陳偉嫻傻女的新衣 為什麼呢 應該是因為歌詞 好像度身訂造那樣 請你看著我伴侶 莫過未可的天氣 只有像你的模型 瞭轉這台都得你 沒如你從太往事 但明白何謂天意 她穿起恨似你 她竟可取替你 她給我快樂 但是你只將我當後備 無意不理會你是往日傳人 彷彿我亦能暫時屬於他人 你有幸成為任何人的戀人 她也有權來演你的氣化 回憶的氣味總是那樣永恆 苦戀卻沒留下華麗的傷痕 過去為別人做傻事想感人 今次我在傻仍然不愛擁抱缺陷 啊 那夜看著你誰了 恨我沒法苦望你 只有同你的無意 彌補我的不等你 這萬太與你相比 便明白何謂福氣 這衣服不襯你 她穿得好過你 她比你更實在 令你的知靈也都幾無意 不理會你是往日傳人 彷彿我亦能暫時屬於他人 你有幸成為任何人的戀人 她也有權來演你的氣化 回憶的氣味總是那樣永恆 苦戀卻沒留下華麗的傷痕 過去為別人做傻事想感人 今次我在傻仍然不愛擁抱缺陷 回憶的氣味總是那樣永恆 苦戀卻沒留下華麗的傷痕 過去為別人做傻事想感人 今次我在傻仍然不愛擁抱缺陷 陳慧嫻傻女的新衣 我真的猜不到 原來陳慧嫻有首新版傻女 傻女大家聽得多 是林振強填詞的 這首傻女的新衣 就是由林直填詞 是2003年的歌 我想來想去都想不起自己有沒有聽過 不過現在聽又覺得真的挺正 第二個問題 我問大家 而只有Cindy回答我的 如果你的記憶衰退 最後只能夠記得一首歌 甚至只有一段歌詞 你希望會記得哪一首呢? 為什麼呢? 那Cindy就回答 如果人生最後只能夠記得一首歌 或者一段歌詞 我會選擇陳百強永恆的愛 絕對不是因為歌名的 只是歌曲的旋律 給人一種虛幻飄渺 超然物愛的感覺 同時也都 為不斷重複的副歌歌詞所觸動 人的存在 由於莊周夢蝶 只要是好夢 便不要叫我醒來 真真假假 誰又能分辨 星星的光 那水晶般的星光 停留在你的眼下 在望望燃迷失的記憶洞裡 留下你的面孔 空虛的心 半個崎嶇的一生 來沉默你的愛情 又唱人生的殺落裡 沉默你的溫柔 讓你心間的溫柔奔珠 在我愛上的心靈深處 又著我鬧過去 在風裡破傷 來深深與你擁抱這下 讓晚風 輕輕吹順在你面上 讓這晚風 輕輕的 叮囑我們 人是個是個夢 存在是個夢 存在是個夢 在我愛上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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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 漆黑天邊 曼那漆黑的天邊 祈求著愛的永恆 让我一生又一生的爱着你 陪伴你永不分离 让你心间的温柔奔珠 在我爱上的心灵深处 游着我那过去 在风里破墙 来深深与你永好借下 让晚风轻轻吹上在你面旁 让这晚风轻轻的叮嘱我门 人是个是个梦 存在是个梦 让晚风轻轻吹上在你面旁 让这晚风轻轻的叮嘱我门 人是个是个梦 让这晚风轻轻的叮嘱我门 回到第200集池中蜜纪纪念篇的第三节 如果刚刚扭开收音机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今天其实是一个我吞泊的一天 我找了三盘市升到中文电台的同事 去分享一下对他们影响很深的一些歌词 由于时间都比较赶 所以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回应我的同事 虽然多但都很感激 尤其这一节分享的同事 对我来说是好新的同事 首先就是June 负责早上的节目 她还录音分享 非常多谢她 Hello 我是June 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词是TWINS的歌 歌名叫做轻功 作词人是林直 那句歌词是这样说的 认第一多么辛苦 需要拼命练习武功 但最重要记得掌握轻功 喜欢这个歌词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做事就不是人生的唯一 做事的时候认真做事 玩和放松的时候 亦都要尽情地玩 所以我挺喜欢这首歌的歌词 还有印象中 广东歌很多都是讲爱情的 但这首歌是讲一些关于生活态度 而且当年不是由一些重量级的男歌手唱这首歌 而是两个年轻女生来唱 所以就觉得那个反差很有趣 所以这首歌的歌词是印象很深刻的 TWINS 轻功 从来没有想象着自己 怎样大把本事 太刁转的我可不参加面试 其实没有心事 满脚生的也未必好事 放下我不要的也是明知 什么需要我怕 抹着资格抗击 或者看重过轻 活人们 要我命 令自己开心空琴 需要气能就用气功 做场梦 拍第一多么辛苦 需要拼命练习武功 但最重要记得 掌握轻功 令自己开心 必须想先去努力学习封送 不要唱 做什么都好 怎可价钱每步牢牢唱痛 没理由每秒总占卜 架空 其实愉快生活 没什么复杂 也都好异 你跟我学去玩 非一般玩意 烦人定有心事 但欲体方面未必出事 怎么去想最好 我极同意 什么需要我怕 抹着资格抗击 或者看重过轻 没人会 要我命 令自己开心 空间需要气能就用气功 做场梦 拍第一多么辛苦 需要拼命练习武功 但最重要记得掌握轻功 令自己开心 必须先去努力学习放松 不要唱 做什么都好 我刚才发现 访问DJ同事 并不是第一百集的特輯 第一百集的特辑是说我自己喜欢的歌 但顺便买广告 如果大家想听 可以去YouTube找池中蜜 就可以了 原来之前访问是一个一周年纪念特辑 那一周年纪念特辑是2018年 都已经是四年前了 这个节目都做了将近五年 看来我五周年的时候可能有些大动作都不定 在YouTube订阅的数目是4800多 不知道去到五周年的时候会不会去到五千 四年后的今天都有不少新同事 例如以下这位Ringo 我连见都没见过一面 但收到一个email之后 他就很仗义地帮忙 分享了影响得他最深的一段歌词 他就是这样写的 是自动胜利这首歌里面的一段歌词 是由郑伊健所唱的 亦都是《数码暴龙》第一部的主题曲 《数码暴龙》是我从小时候有意识以来 第一部有印象最深刻的动画 以前觉得遇到怪魔或困难 我们就慢慢学习 提升自己 然后就进化 变成大 但是当人长大了之后 就发现当生活中遇到真正的困难 我们不强迫自己适应社会 面对压力的话 我们只会被社会淘汰 小时候觉得 当自己遇见高手和挑战 成功突破 心情就会十分痛快和满足 很想一直超越人家 永远都想做第一 但是当大过了之后发现 人爱有人天爱有天 现在遇见真正的高手的时候 有另一种不一样的痛快 反而会更想虚心学习 了解其他高手的成功之道 也明白到人生 很多时候 不一定要拿世界第一 有时候做世界的唯一 反而更加能享受人生 好多谢Ringo的分享 这首自动胜利《Let's Fight!》 就是由陈心瑶所填词 我记得我有集讲陈心瑶 也有提过这首歌 你会让我愿意 越放在你 越高气 只想的表�又再起 坚决相信 为止有我们的成美 越跑策世界的优美 让我奋斗到二十六世纪 记得相信 为了爱我们变成你 爱全情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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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出手几世几世几个飞气 爱全情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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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安慰理想自动换补处准备 越违望我即刻见大过 越见高手空快得多 一几期我就有过 尽快对白面辛苦 也不必想再拖 最好的必须再练过 逐个反应对方一个一个 我但求全减破 Oh Let's Fight 越搁斗战意越高级 自信凭点了又再起 坚决相信 为了爱我们变成你 越探索世界越优美 让我奋斗到二十六世纪 坚决相信 为了爱我们变成你 爱全情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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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出手几世几个飞气 台前前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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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开辉理想自动换补处准备 越违望我即刻见大过 如见高手空快得多 一几期我就有过 尽快对白面辛苦 也不必想再破 最好的必须再练过 逐个反应对方一个一个 我但求全减破 Oh Let's Fight 越怪我我即刻见大过 越见高手空快得多 一極力波就有火 盡快盡快點勝負 也不結想再多 最好的必須再練我 做個反擊對方一個一個 火彈頭全擊破 Oh Let's Fight 好 其實聽回這個新的Jingle 又活潑可愛又美女的喵喵 用一把迷人的聲音去錄 始終密 始終有密 聽回都有點感慨 這樣就錄了差不多五年 這個節目也都二百多集 香港經歷了很多事情 我自己也都經歷了很多事情 其實這個Jingle 喵喵已經是第三個版本了 當初第一個版本 是由一位叫Micky的舊同事去錄的 也是一位美女 第二位也是叫Micky 不過就是另一位Micky 就是現在還有做節目的胡俊 也是我的好朋友 又是一位美女 每次我都選美女來錄一個Jingle 當然是有點私心的 美女又美的聲音 我錄音的時候都會聰明 雖然做了差不多五年 之前都做過很多年的節目 而磁中密都算是最長壽的了 你說做了二百多集 會不會厭會不會累呢 當然會 畢竟一個小時的節目 要用我六個小時來做 但是又捨不得這樣就不做 有時亦都想做一些新鮮些的事 但是時間呢 又未必許可 現在的磁中密 不單止在電台有播 亦都在YouTube那裏有做 有時收到一些聽眾的留言 留言鼓勵一下 我其實都會幾開心 有時又會收到一些聽眾 很熱心的問問題 我以前就不覺得會有人care這個節目 但見到他們的問題我發現 咦?原來都有人care的喔 如果我說沒有做一集他們會催的喔 如果我有些資料錯誤或者說錯話的話 咦?他們都會很緊張的喔 那作為一個興趣來看待呢 其實都幾有滿足感的 好多謝越來越多的聽眾去支持這個節目 更多謝由幾年前就已經開始聽這個節目的朋友 更更更多謝的就是這二十幾年以來 都有留意著阿寶節目的聽眾 那作為一個part time的DJ 在這個電台當中 最大的得著就是認識到一班好朋友 在三藩市的華僑圈子裡面 大家都互相扶持 電台有一種很難得的凝聚力在這裡 例如以下這位同事呢 就跟我相當之熟樂 他當初進來電台做節目的時候 就跟我拍檔做了幾年的節目了 有段時間還經常玩在一起 之後我還作為半個媒人 看著他跟另一位同事 結婚生BB 開枝散葉 開花結果 還非常之幸福 我衷心希望他們一家能夠繼續幸福下去 而這位朋友所分享的歌 其實我自己都很喜歡的 我亦都用我這位好兄弟所帶來的這首歌 去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希望繼續有得和大家做節目 繼續分享大家覺得有趣的內容 首先恭喜阿寶的慈中密 去到第200集 我是龍仔 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的歌詞 影響得我都很深 這段歌詞就是來自方浩文的 《你是你本身的傳奇》 它裡面有一段歌詞就是 在我究竟好不好放棄電台的工作的時候 它出現了 結果令到我繼續咬緊牙關 去面對前面的一切一切 這段歌詞就是 《就算今天的你那年紀》 《活著就無悔地》 《做過你愛的你》 《請記得發夢》 《定能飛》 《高與低》 《得與失之間》 《無法準備》 《你是你本身的傳奇》 《前老女震慈在高飛》 最重要是這句 《即使不完美》 《只需經歷你自己》 而當電台主持一直都是我小時候的夢想之一 很多時候大家都知道 《筆了業出來工作》 《有機會做到你夢想的職業》 就要好好把握 雖然資質不是太好 但是那份熱誠 令到我繼續去不計較任何的得失 在這一行裏繼續做下去 好多謝Cindy給我機會 大家給我機會 一步一步地做下去 而這首歌 正正陪伴了我在一個 去決定我人生的前路的時候 幫助我一把 所以這首歌 對我來說都影響得很深遠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歌 但暫時想到影響得最深的 相信都是這首歌 來自《方浩文》 作曲作詞都是他自己 你是你 本身的傳奇 繁衛舞的滴笑話 天下主歌 作詞就是他自己 單一屆 餐廳的笑話 又再加把 把既定老情報 前字深的笑話 可入容许你发梦吗 只要想想梦定能飞 高与低得越失 即使无法多比 你是你本身的传奇 凭着你只气会成大气 天公不造美 几经风浪也是你 每天追赶为止撑入国家 被压抑的习惯 案内难说出吗 快乐要靠成功吗 最后献上天架 名牌或金色 该不该珍惜 人总要向上马 只要想想梦定能飞 高与低得越失 即使无法多比 你是你本身的传奇 凭着你只气会成大气 学会珍惜 未能放弃 就算今天的你那年纪 活着就无悔地 做过你爱的你 请记得发梦 请记得发梦 定能飞 高与低得越失 之间无法准备 你是你本身的传奇 前路里阵次在高飞 即使不完美 只需经历你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